许昕1990年出生 打法左手纸板横拉 跑动能力强 可以大角度救球 动作洒脱弧线优美 具有极强的观赏性 因此 斩获纸板艺术家的美名 王楚清2000年出生 新生代娇娇者横板弧圈球打法 结合快攻 比分目前2比1 许昕领先 许昕采取高抛发球不出台 王楚清只能过度一板 许昕控制落点 王楚清位置不好拉球失误 第一局双方都在找机会上手 看速度上许昕稍慢了一些 不过许昕还是通过发球 比赛节奏落点控制 造成王楚清出现多个失误 这样许昕11比8拿到首局胜利 我们看看第二局 王楚清计战术上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这局王楚清发球加旋转 发许昕反手中间不出台 许昕接发球出现多个失误 被王楚清上手 许昕1比3落后的时候 王楚清控短步出台 许昕判断失误又丢一分 这一分明显感觉 许昕完全不在状态 很快就以4比11丢掉第二局 比赛来到第三局 许昕状态依旧不温不火 甚至出现拉落球的情况 这局许昕没能顶住王楚清的冲击 在5比7落后的时候 竟然连丢三分 被王楚清拿到局点 许昕挽救一个赛点 以6比11再丢一局 大比分1比2落后 比赛来到关键的第四局 许昕先发球 发球不严密有点高 被王楚清明拉正手大脚 许昕就起 王楚清第二板 便许昕反手偏中间 许昕被动回球出界 按平时这个球 许昕应该可以挽回被动局面 然后调整实现艺术化的转攻 可是这场比赛目前为止 许昕并没有打出这种充满艺术 又不失比赛气氛的球 许昕开局很快就以1比4落后 对拉中许昕并没有发挥出大莽的优势 很快又丢一分 1比5落后 落后的许昕状态有所回升 一度把比分追到8比9只差一分 哪有发球权的许昕 没能把握住机会 再丢一分送出赛点 持有赛点握有发球权的王楚清 利用发球抢先上手得分 11比8总比分 3比1战胜许昕 赛前我还是非常看好许昕的 毕竟许昕的相吃跑动 这种护台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比3输掉比赛 我想也算是正常吧 毕竟王楚清刚刚战胜马龙 士气阵望 希望许昕迅速调整状态 在以后的比赛里面 给我们带来纸板天王 那种充满变数 且具有艺术观赏性的比赛 欢迎长按点赞支持留言 与我互动感谢支持 下期见